当地时间11月10日 美国最新一代引申战略轰炸机 BR1突袭者 在加州帕姆戴尔腾空而起 这一天注定被历史所铭记 而且他这个日子选得非常巧妙 因为等新闻传到东亚的时候 应该就已经是11月11日了 这一天可不只是公棍节或者淘宝购物节 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建军节 这也算是隔空送上了一份大力 近些年来中国用来对标美国的花铃 可谓是风头无两 在官方与民间频频以PPT的形式亮相 而每当他亮相你都不用问 问就是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与同行 至于轰20去哪了 咱们在节目最后再揭晓 还是先来分析BR1的技术特点 和其他机型的首飞类似 BR1在起飞后 一架F16战机前来扮飞 为了安全起见全程没有收起起罗架 结束是飞后也没有返回帕姆戴亚本场 而是飞往了附近的爱德华之空军基地 于是他将在那里接受更密集的测试 通过其起罗架超门上的字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架BR1的编号为001 这个字不用多说 主要是用来测量飞行速度和高度 量展型避量会去除 而仔细看的话 在其尾部拖着一根奇怪的导线 用人大代表的话来形容就是 很细 这根细细的导线叫做脱锥 由静压管和锥体组成 其作用是效准空出管和静压传感器 通常是大型飞机测试时使用 另外飞机两端似乎还有一对可伸缩的导航灯 这与BR上的类似 应该会保留在量展型中 然后是BR1的弹墙射击 我们都知道 BR采用的是双大型弹墙射击 每个弹墙宽度在2.5米左右 长度约为6.35米 各内置于具八卦点的旋转式投射挂架 能够携带杰弹木AGM-158和B61等武器 但无法容纳更长一些的AGM-86或AGM-129核寻航导弹 这无心中影响了BR的战略威射能力 而相比之下 体型更小的BR1 则很可能采用了一大加两小的弹墙射击 其中央的大弹墙 布置在飞机的中轴线上 因此得以纵贯大半个机身 空间利用效率很好 根据BR124米左右的机身长度推算 这个弹墙可能达到了7米 宽度在3.5-4米左右 这时它能够携带更长的弹药 比如美军正在研制的大型高超音速导弹 但在这个体系下 其内部只能容纳一具旋转式投射挂架 因此携带的武器数量并不会增加 而对于一些比较粗壮的武器 比如GPU武器巨型钻地弹 BR可以携带两枚 但BR1可能只能塞得下一枚 据说两车的小弹墙 由于照片中的痕迹不是很清晰 因此推断于3米或5米的都有 我个人倾向于是5米的配置 因为机身的这个位置没有太多的障碍物 既然中央弹枪都这么长了 两车的弹枪自然也会长一些 以这个长度 容纳B61核弹 或HM-18隐身巡洋导弹都没有问题 但联想到美军对BR1的最初要求 是要其具备一定的空战能力 那么或许携带一些AM-260中矩空光弹 或是正在研究中的 具备高突放能力的防御区内攻击武器 也未尝不可 而在两个小弹枪旁边 还有两三三门 也就是绿色线条框束的这部分 这些有仙利人摸不着头脑了 总不可能还是弹枪吧 目前最流行的推测 是将其当做引擎维护场 方便不要以随时检修发动机 提高其可维护性 下掉式发动机的设计 其实在不少飞机上都能看到 确实能够增加修理和更换发动机的效率 但很少会有飞机 给发动机安装两个 可随时打开或关闭的舱门 毕竟不是每次飞行都需要打开维护一下的 一咽不喝就亮出发动机给敌人看看 似乎显得有些多余 我的猜测是 这或许可以用来容纳无人机 因为无人机协同作战 同样也是B21的设计要求之一 或者也有可能 中间痕迹不太清晰的黄色线条 并不是单舱 而是某种临时性结构 两色绿线部分才是真正的单舱 至于具体答案 只能等到它将来打开舱门的时候 才能确认了 接着咱们来看雷达 这种飞翼式隐身轰炸机的雷达安装位置 和普通飞机截然不同 拿必要来说 它的两具ANAPQ-181雷达 安装在其机皮前缘下方 这是因为其机头处设计的非常尖锐和扁平 形成了一个类似压水的结构 这主要是为了提高雷达隐身性能 ANAPQ-181是一款低解惑率的主动向控阵雷达 其工作在特殊的接拨端 盘半波特别的小 也就是说它看得到敌人 敌人却难以察觉到它 并且这雷达还具有21种探测模式 在对地搜索模式下 能够进行地形跟踪和地形规避 以帮助BR1进行低空隐身突防 而通过对比我们不难看出 BR1的压嘴结构比BR2还要明显 显然也是不可能安装下任何探测设备的 因此它的雷达也安装在GPE前缘两侧 而且很可能会是一大一小两具 组成一个双波段阵列 由于炸成年间微电子技术的飞速进步 新型雷达的体积会比ANAPQ-181更小 但能力却会更强 甚至新的雷达是不是还要被称为雷达都不一定了 目前诺格公司正在测试一种被称为EMRIS的 次世代多么超带宽传感器 可以同时执行主被动探测 同性和电子战功能 由于其采用开放式构加 应于调整尺寸和重构 甚至不排除会等机身的多个位置安装 看完了机身复部 咱们再来看飞机顶部 B-21降落时 在进行道上方 打开了一对类似猫耳朵的装置 这应该是发动机的辅助进行门 在B-2上也有类似的装置 隐身轰炸机通常会将发动机生迈进机体内部 进行道也会采用S型布局 以减少红外和雷达反射特征 但这种构型会在齐飞时减少进行量 于是就需要辅助进行门为发动机供养 这次区别在于 B-2上有四个进行门 每个发动机各配有一个 而B-21上却只有两个 EZ-I能不能都搞清楚 B-21究竟是双发还是四发 现在通过进行门的数量 基本可以断定它是双发 美军对B-21作战半径的要求 是要接近5000公里 以大胜利的飞翼布局 加双发变循环发动机的配置 则不难做到 而从飞机的尾部可以看到 其尾PENCO曾奉西装 似乎比B-2的喷口还要更窄 这就大大降低了 B-21机体后半部的可探测性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B-21的整体外观 它的腹是很浅 这在美军或Netflix中 都是非常少见的 虽然此前在发布会上 它就已经是这种颜色了 那时可以以萌皮还会刷漆来解释 但现在给人的感觉却是 它可能本身就是这种颜色 美军的F2和F35上 用的是高端35灰涂装 最近则搞出了个 升级版的镜面涂装 B-2用的是至尊暗夜涂装 这也符合它的初级习惯 通常是趁着深夜 摸进敌人的脑窝 而既然都上暗夜至尊套装了 也就意味着这皮肤不便宜 B-2的隐身涂料 吸附性不好 每次飞行之后 都需要重新喷涂 前每隔30天 都需要进行一次 10万美元的特殊大清洗 这大大抬高了维护成本 顺带一提 扒了皮之后的B-2 也是浅回车的 所以吃一线长一致 B-2依在立项时 有一个最大的要求 就是要尽可能将地域维护成本 想必于诺格一定大刀阔斧地 对蒙皮和土料进行了改进 B-2上的这种浅色 已经接近于白色了 这时在极少数的隐身飞机上出现过 比如说X-3R验证机 以及神龙舰手不见尾的RQ-180 你要说它更像谁 它肯定不像洒热洒热的X-3R 否则它就不该叫地狱三斗犬 而应该叫哈斯奇了 可虽然RQ-180也是诺格的产品 那么B-2依使用自家的土料技术 应该算是理所应当的事了 而既然已经提到了RQ-180 那么咱们不妨隐身探讨一下 B-2依真正的作战定位 此前很多人都说 B-2依是缩小版和廉价版的B-2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但随着它逐渐走向完善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它与B-2的选人关系比较远 反而与RQ-180更为接近 与其说它是个白赛版的B-2 倒不如说它是载人武装版的RQ-180 但和RQ-180保密资金不同 B-2依从诞生的第一天起 就让大家看了个勾 抛开技术成熟度不谈 我想这主要是由两者的作战性质不同所决定的 一个是侦察机 经常需要在平时渗入敌经搞侦察 参数竟然是暴露的越少越好 另一个是战略轰炸机 它除了要足够隐秘以外 也要具有威慑能力 而你想要形成威慑 就得拿出真东西给那个敌人看 保证了它看在眼里怕在心里 根据美军的说法 目前已经有6架B-1原型机 同时在帕姆泰工厂进行制造 估计未来的一年内 他们会分别投入是非 以分担不同的测试科目 与此同事洛斯洛普格鲁曼 预计很快将获得 第一份B-1的低速生产核动 以制造21架飞机 美国空军的定购总数 则至少为100架 如果将来成本可控且行驶需要 则会最多增置165架 届时器打击能力将远超不得20架的B-2机堆 我也会保持关注 随时为大家带来B-1项目的最新进展 那么最后的问题就是 轰20了 在最近这一年的节目中 经常有留言让我洗干净 等着看轰20首飞 说是要抢在B-1之前 横空出世碾压美的 尤其是当中韩工业 60周年的宣传片 大国起飞播出之后 这种现象达到了顶峰 这个片子里有一张 深批翻步的神秘战机的 CG效果图 很多人都认为 这就是轰20的发布照 现在看来 你还真就只是发了个布啊 看到此情之景 如果你还要问我轰20在哪里 我只能用一首邓丽君的 今年老歌回应你 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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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 在梦里 Anfang 准备